三,由风鞋侵袭引起的头痛,后脑勺头痛,克星就是风腐学。 按摩风腐学时,可低下头,女性用左手将头发向前拦起。 右手拇指按摩,其余四指在头上不固定住,这样大拇指可以得力。 稍微用点镜,每次按摩30到50次,可以很好的缓解头痛症状。 用西医的说法,就是按摩风腐学,可以改善血液循环,也就是大脑的血液供应。 按摩完之后会觉得头脑特别清醒,不再晕晕沉沉的。 四,抵抗风寒的办法,冬天出门时微调微筋,用微筋围住脖子。 再将后面的一头搭在背上,可以同时护住风腐,风池和风门三个穴位,这就把风寒挡在体外了。 另外,晚上睡觉的时候,头部要朝着窗口,因为就算有窗帘遮挡,风还是可以透过窗缝进来。 夜晚的风更是伤人于无形。 二十三,感冒初期,流鼻涕,拳头刮沙,点柔和骨穴,风斧,风池穴。 一对于感冒发烧,体内有热的人,通过在大椎穴处放血,可泄热。 一说放血,很多人就觉得很吓人,其实大可不必。 我们平时不小心磕了,碰了,不是会湿掉很多血吗? 大椎放血,就是用食指和拇指将大椎穴处的皮肤提起,然后将针用点酒或者用火消毒。 之后,迅速地在提起的皮肤上刺激针,同时用手挤出四五滴血出来。 这个方法对于泄热的治疗效果非常好,几乎立竿见影。 二,感冒鼻子不通,刺激孔醉穴,鼻子很快就可以畅通无阻了。 二十四,咳嗽,咽疼,按摩哨伤学,咳嗽的特效学。 哨伤学在拇指上是费精的精气传入大肠精的歧视处。 位于大拇指的直角,将大拇指直角的两条线,就是沿着支架科边缘的横向和竖向向外延长。 两条线的连接点就是哨伤学。 一,哨伤学是咳嗽的特效学,哨伤最擅长的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病症咳嗽。 在秋天的时候,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痛苦。 时不时地咳嗽几次,严重地甚至咳出血来。 咳的头痛,这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大拇指上的。 方法,用圆盾头的东西,乳棉棒,将牙签,圆珠笔,尾端来刺激。 二,按摩淘到大椎往下的第一个胸椎就是淘到,治疗慢性支气管炎,改善肺功能。 按摩时,可以低下头,一手将头按住,另一只手的大拇指顶住穴位。 其余四指,抓住脖梗得力,用大拇指按揉,按摩的时候多用点劲。 每次按摩大概100下左右。 慢慢地,肺功能会有一个很好的提升。 三,刺血疗法。 在哨伤学放血可以减轻咽喉的疼痛。 这是因为肺怕热,洗清凉,受伤放血就相当于将肺经过热的气血引出去。 环费一个清凉的天地。 刺血的时候,先用酒精将针和皮肤都消毒,然后捏起一点点哨伤处的皮肤。 用针快速在皮肤上刺两下,同时挤三到五滴血。 然后迅速用棉棒轻轻按住,以便于止血。 四,声音嘶哑,并因为感冒咳嗽起因的烟痛。 强刺激大椎穴,定喘穴,天突穴用捏揉法。 首三例一用擦法,二十五,耳聋,耳鸣。 一,耳鸣,耳聋按耳门穴。 二,肝火汪造成的,按摩听会穴。 症状,平时有高血压病,由于生气发脾气。 轻质失调,从而引起暂时性耳鸣,耳聋。 耳鸣,耳聋实际上也是因为胆经的气血之色,刺激听会穴来疏通胆经里的气血。 肝胆相通,肝火自然也会消除。 耳鸣,耳聋的问题也就一并解决了。 磕,耳垂前面,下颌骨磕状突出的后缘,张口有凹陷的地方操作方法。 用食指按摩听会穴,350-400下。 不要用力太猛,以免伤到皮肤,约15分钟即可见效。 听会,视指耳能听声音。 如果肝胆火旺,胆经气血不通畅。 受到阻塞,就会表现为耳鸣耳聋的症状。 比如内耳化农感染或高血压病人肝火上炎而出现的耳鸣等。 听会学不仅对耳聋,耳鸣有特效,对于面神经麻痹和面瘫。 牙痛病也有很好的治疗作用,这就是经络和穴位的神奇之处。 身体上的经络畅通了,所有毛病都会自己跑掉。 三,搓耳朵至耳鸣。 每天搓耳朵至少三次,只要有时间就搓。 先搓耳铐前部,就是靠连镜的地方九下。 从上而下,然后是耳铐后部,也是九下,从上而下。 搓完耳朵后,再用食指堵住耳朵孔三两秒钟,然后松开。 四,气壁耳聋,并因感冒引起,取扑身穴,强刺激,特效。 五,食疗法,喝隔根深茶,隔根15克,太子深15克。 绿茶夜视刻,将隔根,太子深和绿茶放入茶杯内。 开水泡茶,这道茶的功效是,意气健脾,生轻聪耳。 对于这种耳朵报名的现象,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 住,平时要放宽心,二十六,口腔溃疡,免神经麻痹。 一,按摩签正学,耳垂签五分之一寸。 中度向前斜刺口腔溃疡,加小肠反射区。 二,常吃葡萄对治疗和防止口腔溃疡十分有效。 每日吃数次,量不限,一般二到三天可痊愈。 三含浮蜂蜜除口腔溃疡。 蜂蜜含有肾上腺皮质激素样物质和抑菌素。 有较强的抗菌,消炎,收敛,止痛作用。 含树蜂蜜水有利于口腔黏膜磨上皮细胞的修复,促进溃疡面愈合。 蜂蜜与茶叶冲泡含树,效果也佳。 一般三日内疼痛消失,溃疡面缩小,三到五日愈合。 用勺子咬一点纯净蜂蜜,直接涂抹在患处,让蜂蜜在口中保留一会儿。 然后用白开水树口咽下,一天两三次。 二十七,面积净卵,天荣学与天有学之间,多有压肢有酸胀感的反应学。 二十八,事物不清,好像被云雾束住,并因为甘虚引起的症状。 每日点揉干净上的太冲穴三百次,坚持按压风吹穴有明目的效果。 二十九,视力下降,由于长钉电脑,看东西模糊。 眼睛干涩发痒,眼里有血丝。 方法,按揉明目穴而垂上戴耳环的小孔。 即使明目穴,平常多用手指揉捏此穴。 每次两分钟,柔时要闭眼睛。 三十,眼睛酸胀,老花眼,近视眼,白内障。 一,拇指上有三个穴道,分别是明眼,凤眼,大空骨,如下图。 爱上网或工作离不开电脑的人。 如常常感到眼镜疲劳,可利用穴道的按摩法。 舒缓眼镜疲劳的症状。 空骨穴明不虚传,按了眼镜酸疼,立刻消失。 眼镜疲劳往往不容易入睡的人。 如果施于上述的刺激,可消除眼镜的疲劳。 帮助入睡,此法还可以抑制老人性的白内障。 按摩时,只要以稍微感觉到疼痛程度的力气来指压, 每天刺激这三个穴道两次。 二,眼镜疲劳时按摩法会学。 会感到眼镜都明亮了很多,这是因为肝开窍于目。 按摩法会有助于帮助干净的气血上行滋养眼镜。 三十一,白内障,按摩大骨空穴,在拇指指关节背侧的横温终点处。 用力点刺,重手法效果好,针刺或按摩大骨空穴还可治疗扁平油。 三十二,眼睛干涩。 如果您感觉眼干,双目干涩,甚至嘴唇起皮。 皮肤干裂,肌肉消瘦,或心烦不能入睡。 可按摩三角镜上的夜门穴,见前面的手背穴位图。 夜门穴位于无名指和小指的直缝间的谱。 顶着无名指的骨痛,因此揉的时候比较痛。 夜门穴就是液体之门的意思,揉按它也就相当于打开了液体之门。 液体就会灌溉到身体各部位。 眼睛干涩啊,嘴巴干啊,当然也就统统不会有了。 如果你每天晚上临睡觉前按揉手上的夜门穴三到五分钟, 马上就会觉得嘴里面和眼睛里有液体出来。 当然也就没有干涩的感觉了,不用几天的功夫。 眼干,口干的症状就会大有好转,身体状况也会较以前大不一样。 干燥症的一个食疗方,银耳金米粥。 银耳10克,金米100克,冰糖适量。 把粮者放在一起煮粥吃,银耳可以润肺生津,滋营养胃,一起安神。 配合金米的清热润肺功能,对干燥症有很好的疗效。 33,近视,视力下降,按摩后吸血,每次五分钟,常年坚持。 仅仅是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睛疲劳,不足以造成近视,真正导致近视的。 视眼镜缺少阳气滋润时还过度疲劳。 当我们长期保持同一姿势,服按工作或学习的时候, 上涕前倾压抑了总度一身阳气的肚脉。 也就压抑了全身的阳气,阳气不足了,就没办法补充到眼睛。 眼镜的正常舒张功能被抑制,也就容易发生近视。 按摩小肠筋上的后吸血,手握拳,长指关节后横纹的镜头就是该学。 也就是钻拳头时,再称为感情线的那条纹的镜。